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這一段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找股市當中的明燈 我們常常有人說 我們就跟著外資買 有的時候會說 我們跟著法人買 但是呢 其實最會飆的是自營主力 他們買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 來好好拆解一下 到底呢 這所謂的自營商主力 他們怎麼挑股票 我們要從哪裡看出端倪呢 我們先請寬哥來解釋一下 我們常常看到 如果你去打出一些看盤的軟體 下頭會有自營商的進出 自營商到底是什麼啊 先跟各位談一下 券商他分成三個部位 哪三個部位呢 經濟部位 讓你打電話去 某某人 我跟你說我股票要買什麼 那個叫經濟部門 另外一個叫承銷部門 那第三個就叫自營部門 那現在經濟部門呢 大概大戶都在退佣 那小戶也不太下單 所以呢 大家就是勒緊的腰帶 慢慢往前走 那承銷這一塊呢 承銷這一塊過去都是由會計部門 他們來做 可是現在承銷呢 一句話怎麼樣 那老闆都對老闆嘛 老闆常常出去就是人面比較廣的 那個臉比較大的 你注意看喔 那個承銷就固定那三世間在做 那三世間的老闆出來 哇那個都是不可一世 黨政關係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現在券商的話 他們要拼自己的獎金 那怎麼辦呢 全部靠自營 就只能夠靠自營 自營簡單講 是不是就是這個券商的老闆的錢自己拿出來操作啊 券商老闆的錢應該是說我們用標準的定義是說公司他們有固定的資本余額放在自營部裡面 那你剛才說公司老闆的錢也對啦 可是自營商呢 它是一個最快速的一個戰鬥部隊 那為什麼呢 因為簡單的說自營商就是最大的散戶 那很多人會說那自營商跟主力有沒有共通性 先跟各位報告 早上一起下單 中午一起可能運動打高爾夫球 晚上一起吃飯洗山溫暖的 他們就是好朋友嘛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有時候那種特殊的很多股票 你發現那個自營商在倒來倒去的過程當中 那個什麼什麼國內排行主力那個也都在到 可是他們倒很快 如果發現不太對呢 他們隔天就會買回來了 所以以整個自營商來說的話 他們的第一個手法非常非常的凶狠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們進出也快 他們甚至於有時候會呈現 所謂的滾動式的一個所謂的操作 什麼叫滾動式的一個操作 就是今天買明天賣 然後明天買後天賣 每天就一直滾一直滾一直滾 那如果看對了呢 看對了他們就一句話 叫做不見兔子不殺音 你看到有時候看到他看對了 他沿路就是啵啵啵一路往上追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最近如果我們去觀察像華雅科 華雅科就有這個味道 華雅科那時候網上 在噴的時候 他就沿路一直咬就咬上去 還有這一波的加斯達也是 他在咬都咬得非常非常快 可是成也是快速 敗也是快速 現在是多頭盤 你看到大家都無所不在 大家都賺得很開心 那個空頭盤的時候 那個自營商的經理人 那是多艱苦的 每年到了10月11月 那大家都在擔心了 你們那裡有缺人嗎 為什麼我們這邊我今年績效比較差 所以他們好的時候一年年收入 跟各位報告真的不誇張 超過千萬 可是不好的時候 常常年底就要捲鋪蓋走路了 所以自營商他們的操作是 出名的凶狠 出名的快 出名的快速把擋 可是他們的壓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是 所以我們聽下來之後 你就會說 我們只聽到那個keyword 就是這個自營商 他們的操作非常的凶狠 凶狠的意思就是 常常他們操作的都會是標股 所以呢 到底這個自營商怎麼操作 我們就要請到了 來 我們阿棠哥 阿棠哥上來 帶我們看一下 到底這種主力券商 他們怎麼操作 他們操作一定有一定的邏輯 那我們自己這種小股民 要怎麼樣去找到 他們在操作的標的 上個月我剛好跟一個自營商操盤的時候 萬無一失投資素 喝過咖啡 大家猜一下是誰 原則上他的單很難跟 都做得很短 那他們賺的佣金也很少 只有六趴 那我剛剛大概瞭解一下 自營商操作原則上分兩種 一種是比較波段 那基本面就很波段 就配合作 另外一種就是比較被動式 而是另外的操盤所在做 就是他有發行權證 那我們都不要抽波段 那什麼叫發行權證 譬如說華雅科 對 至於買了這個華雅科 五百張 不好意思 我自營商因為我要避險 你買到時候你要兌換的話 你買的比較低 我就要拿現貨給你 也就是說我要去市場上 去買一些現貨給你 這叫做被動式操作 所以你看很多自營商的買操 像這個華雅科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先很快的帶大家來看一看 這個自營商 他們的手法大揭秘 其實剛剛寬哥都提到了 包括他只買超級強勢股 買主流當中的強勢股 然後泰洛澤強 這個寬哥也講 他們速度非常快 還有會有強制的停力停損點 好 那麼到底實際上的操作 怎麼來看呢 來阿湯哥幫我們看一下 像華雅科 華雅科就是自營著墨很深的 一檔個股 你看他這一波是從一塊九拉上來 拉越長可以看得出來 自營商幾乎都是波段的一個操作 是 因為他發行了很多的一個全鎮 所以你看看 如果把K線圖拉遠一點的話 我們這個已經做好 沒有辦法拉 這之前在這個 大概三十塊起漲之前 敦化南路有一家 一起漲之後 所有的這個營業員全部拍手 因為他們全部都買了全鎮 這是我聽到 一衝出去當天漲停板 我記得非常清楚 聽說在大陸大開始喘 那個營業廳 所有營業員全部拍手 因為他們全部買了全鎮 全鎮當天漲停板 所以今天漲到現在為止 已經六十塊賺翻了 對 所以你看他那個時候一買 自營商就跟著買 所以會有一個這個助漲 助跌的一個效應 所以這個是原則上是 波段性的操作 對 阿東說我們怎麼看 你看這個自營商的持股 我們來看他 他比較買多的那一天 這股價就會衝上來 然後衝上去一下 是這樣看嗎 每一次自營買了之後 就有機會往上衝 因為我出來之前 我特別研究這家公司 你看一下他自營的買超 原則上他是一路買上來 比如說你只有當天有到 配合大量在買的話 他就配合買現貨 所以你看他當天自營商 他一定會做一波買超一個動作 所以你看他只要有紅磅 他就會大買 紅磅就會大買 是 有的賣他也是會小賣 所以你看有的賣 他也是會小賣 所以其實它是波段性的持有 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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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很快的操作 對不對 就是從基本面來切入 是 好 來我們看到下一檔 這個教學來教一下 揚誠 這個也是自營著墨 好 這個就是他們的節奏 可以看得出來 之前從這個漲到很高 那一波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接到紅海的一個 自動設備的訂單 是 稍微談一下他的基本面 後來就因為自動設備訂單的對手 叫做個六一二一的一個的新譜 他說我也會做 不好意思 我會做還搶你的訂單 所以他從那個第一波又殺下來 所以這一波殺下來之後 這自營商認為後來就 就我知道 他後面還有接到Apple的一個設備 這個剛剛是還沒爆發出來 對 所以你看短線部分 他們知道 他在做一波整理洗盤動作 你看他就做得很短 對 那為什麼做得很短 因為他們類似代操 如果績效很差 我這個操作 你給我十億操作 結果我被人賠了兩億 我要幫你倒賺回來 我才有得抽 而且一億只抽六趴 非常少 非常辛苦 所以你看一下 那跟這個市場上抽三十趴是差很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智營的持股 你看他這個買很多的時候 他真的是 有點類似追高殺低 往上漲 對 然後你看這個整個摔下來的時候 他也砍 砍這麼多 對 所以你看一下 他是追高殺低的操作 你看在拉的時候 他是配合這個 對 在買 有點前陣在做 但是他殺下來的時候 他這一波是類似停損 就聽到那個消息不對 但是就我知道 他這個地方又開始做一波 一個操作 為什麼他聽到這個消息 或只要攻擊量一出來 應該他們又回復 開始慢慢的做一波買超 又要開始買了 就類似一個 K線的一個成交量的攻擊量 所以你看他這邊買超之後 都幾乎沒有在賣 所以這個地方 他在等什麼 等六月的營收出來 六月營收出來的時候 如果殺下 這張股票還是有機會 是 好 這個是楊辰 來我們再看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加石打 哇 這個最近大標股 這個就是有的是老闆下令 下令配合是某某什麼接的 這個一起玩 所以你看一下下令之後 配合看這個整個集團股 不是自營商可以拉得動 所以你看 這是各務人馬八方這個齊聚 然後開始做一波 這個轉機的一個題材 再加上他的轉投資本 業 業內 業外 業外就叫做這個 所謂的轉投資友達 面面他這個 他股價也上來 上來之後 你看一下既然轉機一來 開始做一波 大家一起來索碼的動作 這就配合一個索碼 索碼原幣之後 你看支出只進不出 然後這個大家一起共將盛舉 把這個三大法 把這個股價拱上來 所以這這檔股票 應該是有波段的一個行情 所以說阿湯哥 可不可以簡單 幫我們做一個結論 我們當我們看到這個自營的持股 在做變化的時候 他都是追高沙地 而且做得非常快 所以如果我們要跟單的話 是不是動作要快一點 原則上他部位蠻大的 那既然是代操 你要怎麼玩 原則上波段有波段的操作 然後這個盤整有盤整的操作 但是進出都會很短 所以你如果要有波段的操作 一定要有基本面為主 像華雅科 像加斯達 就是老闆下令的 這個大家市場就知道 所以你看他的操作手法 你要把他的邏輯性想出來 不然一昧的追求 所謂的外資自營 還有頭性好容易受傷 好 對 這個就要提醒大家 好 非常謝謝唐哥 那麼唐哥帶我們看到的 就是自營手法的大揭秘 當然我們每一回回頭來 還是要告訴大家 不管你買什麼股票 你要弄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賺錢嗎 你不要這個 到這個一家這個虧錢的公司 然後你還說他自營有買 那可能最後你會變最後一隻老鼠 跑不掉 小心 好 那馬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自營手法的操作 那到底現在要選股了 有哪一些自營開始慢慢琢磨 我們請一下我們的凱恩哥 帶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自營商最近在琢磨哪些股票 挑到這兩檔 一檔是超風 一個是菁英 是的 我想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我挑股的時候 我非常琢磨在基本面的一個操作 對 那基本面的一個操作 其實我們知道目前大概就是 7月10號以前 其實6月份的一個營收 全部都要公布完畢 所以其實目前剛剛好 這個數據稀騰騰 對 稀騰騰 所以我們來看 超風其實他已經公布了營收 那公布營收之後 Q2的一個營收 對 創下一年單季的一個刺高 對 它只是比2010年第二季 還要來的第一 對 那菁英的一個部分 6月份的一個營收 達到65.541 比上個月還要成長32.27 創下歷史的一個刺高 都是歷史刺高 對 那 你怎麼都不挑最高的 不挑新高 因為其實你要去找新高 其實並不是 並不是那麼容易 是 我們來看籌碼 自營商大買 那第二點其實就是 其實如果我們去看 所謂超風的一個部分 是 今年度以來 外資幾乎天天在買 所以它股價其實都緩不墊高 那最大的一個重點是 近期大概近四個交易日左右 是 自營商開始出現 比較明顯的買超 而且是連續性的一個買超 連續買超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超風 對 連續性的一個買超 是 那賣也都只是 因為這裡進行震盪嘛 對 對 那這裡只是小賣 基本上它賣不完 對 那基本上 它只要沒有破限破價的一個情況 基本上 自營商不會在這裡 對於所謂長線的一個股票 去進行所謂調節的一個動作 哦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關注 因為它買這麼多 都還沒有出貨的吉祥 對 那如果說 我們再從本益比的一個角度 它大概只有13倍左右 那同業的本益比 大概只有25倍左右 哦 是 所以就還有一個 下空間 從所謂基本面的一個條件來說 我認為這裡它是可以值得期待 有機會 好 來我們看另外一檔 這個金鷹 那智營買多少啊 7月份以來買了1400多張 1400多張 來我們看一下它的線圖表現 好 有沒有看到 我特別強調 這裡叫盤整區 嗯 還沒有出現所謂突破 嗯 但是智營其實這裡7月份以來 它是出現所謂大買 哦 對 也就是說盤整區 它在進行所謂押盤的一個動作 是 那金鷹它比較特別的一個現象 我稍微解釋一下 嗯 我們剛剛有提到所謂基本面的一個部分 是 基本面的部分 6月份營收 它是創下歷史單季的次高 是 單月的一個次高 對 對 那它次高的一個原因在於 它有接到一些政府的 教育品版的一個訂單 是5月6月開始進行所謂出貨 出貨的一個比重大概是40萬台到50萬台 嗯嗯 那最大的一個重點來了 金鷹這一檔股票 它們自己公司 它們進行今年的一個預估值 是 你知道它們今年的教育品版 準備要出貨幾台嗎 出幾台 300萬台 300萬台 也就是說它在5月6月大概只出了40萬到50萬 所以接下來還有很大的爆發空間 對 那我們就稍微去估算一下 我們稍微估算一下 等於是說目前如果我們估 還剩下250萬台 還沒有出 對 那250萬台 我share到所謂的6個月裡面 那也就是說平均一個月至少都要有40萬台以上 所以下半年就 哇 不得了了 等於是下半年 基本上我們可以預估的是 就是每個月的營收應該都是處在高點附近 成長的一個狀況 對 高點附近 也就是說這裡為什麼自營商一直壓 我認為是來自於基本面 它是屬於一個廠多的一個題材 好 非常謝謝凱元哥幫我們挑到這兩檔個股 那麼繼續呢 我們要請一下寬哥 寬哥也要幫我們來挑這個自營商的任養股 寬哥挑的是金融股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的優點跟缺點 外師說我的錢就比你多 那怎麼辦 我就專門買紅海 專門買台積電 專門買日月光 那散戶的一般有錢的 他會跟愛波動的誰會跟 那大隻牛那怎麼可能會不會就不會跟了 那很多人都想說那大力光 這股票一金股票 220萬寬哥說他便宜 很多人笑我瘋子 我從120萬一直講講講講到220萬 那現在多少 240幾萬了 還會不會上 那各位誰在買代操機構在買 那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自營商他喜歡什麼 他就是要快有量 那有量之後 他還要能夠快速的賣出去 那快速賣出去 一定要買那種散戶愛的 那近期來看的話 我個人在觀察 之前那個友達群創開始飆 那市場上其實去年有一個瘋子 3塊錢開始彈花雅科 我本人 那時候很多人說 這魂系書是不是笑的 可是走走走走到今年 我們說日久見人心對不對 路遙之馬力 那再來台股來到這個地方 你說來到這個點 那不上不下了怎麼辦 很多股票都飆到天上去啦 那最近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好多的金融股 今年那金融庫 都沒有起到 而且大家都賺到水晶 那個美金開出來 300億 200億 200億 多少的 那股價沒漲怎麼回事 而且最近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成交量越來越大 對 所以下一波的重點會在那邊 這個是我們要來注意的 那現在來看的話金控股 這兩檔金控股說實在的 那實在是有夠燙的燙 都是相對便宜的 我們先看一下開發金 對 開發金喔 講真的 不夠10塊 連10塊錢都還不到 那你看他最近要不要買 多多少少買一點嘛 那為什麼多多少少買一點 現在火是一點點小火苗而已嘛 那你如果說真的能夠燒起來 能夠燒起來就跟加世達一樣 那沿路就 那個怎麼講 這個叫烈火烈火燒 燒草原的沿路就一直燒出去了 那目前來看 因為成交量也都夠大 所以開發金我認為 國內的部分的話 現在大概就是 富邦金的券商營收 然後在元大金 因為元大金變得飽來 畢竟還是市場最大嘛 開發金也是相對有 它的一個利益點 主要是有夠燒 鏡子也夠便宜 好 那麼另外一檔看台信金 台信金喔 來到這個地方 請各位要用一個比較認真的 一個角度來看到 今年有兩間低價的金融股 是我個人看得非常好的 一間是中信金 那很多人我之前跟各位 談說上半年有可能會賺到 200億以上 很多人都不太信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最近中信金漲很快 台信金先跟各位報告 那個股價很便宜耶 上半年賺多少 一塊一毛一耶 我們看一下K線圖好了 好來看一下K線圖 台信金的一個部分的話 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自營商的部分的話 最近慢慢買喔 慢慢買的過程當中 主要有一個位 上半年如果賺兩塊一毛一 那上半年賺了一塊 下半年也不要賺多啦 可能行情不好好 給它抓個八成好了 是一塊九一塊八 那各位算一算本益比幾倍 目前這樣算一算本益比幾倍 一塊九一塊八 這樣還比不到十倍 很便宜啦 真的是天天都便宜喔 所以台灣很多的金融股 我目前來看的話 我認為機會是非常非常大 是好我非常謝謝寬哥 寬哥幫我們挑到 自營默默在佈局金融股 而且今年都沒有漲到 所以大家可以來做一個參考 好我們要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 又是大家每個禮拜最期待的 三位老師要幫大家來挑 下個禮拜的黑馬潛力股 我們休息一下忙回來